天泉PL300B 在脊柱手术中有哪些应用优势呢 脊柱手术呢 主要复杂在第一个 我们的这个锥区啊 它的结构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第二呢 它周围有这个神经啊 血管啊 如果你一旦损伤到这些重要的神经血管 病人有可能就摊掉了 或者病人有可能就死亡了 那所以说这个脊柱啊 做这个手术非常复杂 而且非常非常高位 很多人都形容什么 即使我们在极度上做手术 就是在悬崖峭壁上行走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设备 去辅助医生啊 行走在悬崖峭壁的时候 不掉下去 一就是进入我们的筋度非常高 筋度高了以后 在我们极度这样一个复杂的 这样一种手术来看的话 我们能够做到直纳大纳 让病人更快地恢复 这个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作用 另外 骨科机器人呢 还有作用就是 可能医生每天要进行 四台二十台手术 或者五台七台八台手术 第一个第二个手术 它到了第四个第五个手术 就会出现 有时候因为劳累啊 这个开始 这个疲劳 手术可能也会发抖 或者是打针的时候 出现一些误差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骨科手术机器人 它是不会出现疲劳的 这个也是一个抗疲劳 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另外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说 我们使用了骨科手术机器人 能够很快地就把这个手术做完 能够很快地就到达我们想要做手术的这个点 而不像以前我要尝试很多点 造很多射线 这样子的话 这个在辐射这一块 能够极大的减少医生和病人 所造成的辐射剂量 不光是对于这个精准度啊 预护啊 还有辐射啊 其实还减少医生的血气曲线 打钉子它其实不容易的 因为急速各种形态啊 它每个人都是不固定的 需要医生有很成熟的 很丰富的一个经验 我们才能把钉子打得准 原来要花十几年 二十几年 我们学习的这样一个 打钉子的这种技巧 那现在有骨骼手术机器人 机器人来帮助医生进行导向的话 那依次就能够打成功 这样子的话 对于一些年轻的医生 就减少了很多学习曲线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好词